各位大家好,上集講到文壇的年青才晉司馬相宇投奔了他的老朋友黃吉 黃吉當時是四川省林琼縣的怨令 黃吉很老友在想如何幫助朋友打響知名道,受到當地人士的重視 黃月令安排司馬相宇住在冤府的都庭 早晚去探望他,並且照顧好恩勤而周到 久而久之,每當黃元寧去探訪時 司馬相宇會見一見他 但再隔多一會,黃元寧去探望他時 他便拒絕見客 黃元寧不但沒有生氣,反而加倍去巴結他 村內的人知道後便議論紛紛 搞不清楚黃元寧這樣做,並且他家裡請了個 甚麼尊貴,頂呱呱的客人 林琼縣本身是富饒的地方 鐵礦很多,縣裏有兩個有錢人 一個是卓王孫,家裡有百百多個工人 當時野鐵業已發展到很高的水平 這兩家都是依靠開採鐵礦 鑄鐵業已發達 有一天,卓程這兩位有錢人 商量他們說 聽說,縣領家裡來了一個貴賓 我們都不要抬蠻他 不如我們一起請他吃飯 叫縣領一齊來 他們是想拆鞋 後來就約定了 那一天,卓王孫 家裡張登傑彩 現請司法相遇 客人已陸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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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 各懷不同的目的 拆鞋也好 拆鞋也好 或者我們現在說的 Networking 即是認識人 也好 即是一些社交場合 在廳裡已經坐滿了奔客 大家都在高談闊論 在吹水 並且有一些音樂的聲音 作為背景音樂 令整個場合 我們有四個字 叫伊香殯影 大家都在等著卓王孫下令開席 但這個時候 主人好像很心急 左走走右走走 滿場飛 好像有些事發生 原來宴會的中心人物 還未到 後來再有個突發的消息 就是司馬雙元的侍從 司馬雙元的侍從 司馬雙元的身體驗階 不能夠復現 希望卓王孫見良 這樣一來 就真的令到卓王孫 沒有臉 很難下台 而王怨令當時見到這件事 立即很開心 因為他覺得 大家越來越重視司馬雙魚 他急忙自告奮勇 不如我親自請他來 試試行不行 司馬雙魚 他扮演出很迫不得已的情況 勉強去了卓家 其實他有什麼病 根本沒有病 他神彩飛揚 氣度不凡 引來所有人的目光 司馬雙魚 看見這件事 立即看見這件事 有些有趣的知識 卓王孫急忙招呼 司馬雙魚就就座 於是 在這種情況下 才開始吃飯 喝酒 王怨令就站起來 大聲地說 我聽說 雙魚是彈得一首好琴 不如我想請他為大家奏樂 佐助慶 剛剛說完 大家都是齊聲喝彩 這個琴就抬到司馬雙魚的旁邊 司馬雙魚無奈之下 撥一撥琴弦 突然聽到拼風之後 傳來一陣陣清脆的玉佩聲 他抬頭一望 只見到一個美麗而清瘦的女子 正好探頭出來看她 這位女子 見到司馬雙魚 見到她後 連忙又縮起頭 真的有那種含羞答答的感覺 司馬雙魚一見到這位漂亮的女子 便知道原來她是卓王孫的千金 卓文君 剛剛身近首寡 馬雙魚先生 便回到梁家住 卓文君不但年輕貌美 而且琴其書畫 是樣樣皆精 是一個十足的才女 司馬雙魚突然間 突然間很精神 她便上了身 亦受到這位美麗的刺激 她跳好琴兒後 奏了一曲奉求王 這首歌的意思是表達男子 向心兒女之求愛的情歌 眾人聽到後便學了 但真正聽得明白當中的含義 只有屏風後面的卓文君 曲內的每一個音節 她都受到感動 她們透過這次相聚 產生了感情 可謂一見鍾情 後來在王怨令的幫助下 司馬雙魚買通了卓文君的貼身丫鬟 向卓文君求婚 卓文君的父親不贊成 覺得根本不緩當互對 於是在一個月色攪結的晚上 司馬雙魚和卓文君私奔 他們一齊來到成都 翌日卓皇孫見女兒不辭而別 一打聽 司馬雙魚都不見了 才訪言大悟 她心裏很生氣地說 這女兒真是不成器 我又不忍心殺她 將來死後一分錢都不會分給她 司馬雙魚和卓文君來到成都 究竟他們之後的生活是怎樣 是否像童話故事中的 王子公主過著快樂逍遙的生活 還是他們去到一個陌生環境 沒有家人的支持 他們會面對一些 他們從來沒有接觸過的挑戰和困難呢 我們下集再說